在英国有两对夫妇,他们不是明星,却比娱乐圈的人更加火,人气远超一线明星,相信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是谁的,没错,正是凯特王妃和威廉王子,以及哈里王子和梅根这两对夫妇,这对夫妇每次一有什么活动,定是会先起一步, 梅根的出席就是掀起了时尚潮流,而凯特王妃的出席则是会先起一股思念乔治和夏洛特的热流,哈哈哈哈都是狠主目的,而这次小编要和大家说,那便是哈里王子,哈里王子大家应该知道,土舌搞怪的表情来源于他了吧,哈哈哈哈,乔治和夏洛特得到了他的真传,哈里小时候也是很可爱的,搞怪表情样样不少,即便是长大了也还是调皮版搞怪表情啊, 哈里王子就是天生表情包样,你仔细去关注哈里,你就会发现,哈里是真的很平易近人,没有王室成员的那层束缚,真实地过好了自己,而且即便是和梅根结婚了,他们两个也都没受到这种王室的禁锢, 当然该注意的还是注意了,看到哈里的这张小表情图片,我就想笑了,哈哈哈哈,来了,你过来,互相伤害吧,不禁就想笑,你想不到王子还会有这样的意愿吧,真的就和梅根越来越有夫妻像吧,这张照片梅根看了都会想笑吧, 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,以前偷吃哈里抱米花的那个小女孩呢,哈哈哈哈,看了那个视频后,至今回忆起那个画面都很想笑了,两个人还搞笑了,而现实中哈里王子,是真的很喜欢小孩子,照片中,你看哈里他都是很亲密的逗笑孩子,两人比水嘴巴张得大,哈哈哈哈, 小孩子笑得格外的开心,好纯真的笑容是真的可以感染人的,哈里看到这样的面孔,都不想一开眼睛,哈里站在这个孩子面前很久哦,一直在逗着这个孩子,把孩子妈都逗得开怀大笑了,哈哈哈哈,到底谁逗谁,哈里王子这个先生表情包,哈里是一个孩子王没错了,真希望这一幕梅根有在现场,这样,亲眼看见自己的丈夫跟孩子的互动,那感受会不一样了, 只怪别人家的孩子太可爱了,哈里都把孩子逗得那么开心,还俯视着和他谈完呢,看到这样的照片后,